佛像,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三江会合处,八世纪时,人们以凌云山年时凋凿而成。 山是一尊佛,佛是一座山,景象壮观。 佛像慈悲目视着过往传之,保佑他们平安的过河。 在过去的历史中,人们已经见证了四次佛像流泪,具体在于1962,1963,1976,1994,第一次1962年,毛泽东同志时期的大饥荒。 人们第一次看到乐山大火流泪,是在1962年的一个午夜,一位毛泽东的错误政策。 中国老百姓度过了三年,终生难放的大饥荒,街上到处都是尸体。 四川省已经有近一千万人饿死。 人死了没有力气掩埋尸体,就拿草席一卷扔进香中,每天都有饿死的尸体顺向飘流而下。 就在那个时候,很多当地人见证了。 上千年的佛像忽然闭上了眼睛。 当地的人们传说,肯定是大佛不仍看到残境才闭眼的。 大佛闭眼的照片,如今还保存于乐山陈列馆。 第二次,1963年,文化大革命时期。 1963年,人们又见证了乐山大佛像流泪。 当中国祭祀穿的大饥荒非常严重时,造神运动开始。 1963年,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时期。 大佛再次流泪,有许多人十分疯狂。 中共当局曾拨款四千万元对大佛像进行侵袭。 但是没能抹去大佛像演讲的泪痕。 第三次,1976年,唐山大地震。 1976年7月,在唐山发生了大地震。 导致约65万老百姓死去。 唐山地震有缺乏预报。 加上政府封锁消息,拒绝国际援助。 人们纷纷讲述。 大佛面露怒色,闭眼流泪。 第四次,1994年,哭泣变成微笑。 1994年,乐山大佛像已经变成了国内外的大景观。 当年6月7号游船上的游客,看到乐山大佛哭得好伤心,眼泪大串大串地往下落,脸上的肌肉、下巴及全身都在距离地抖动。 不久后,游船靠岸,人们看到乐山大佛笑了,笑得好开心,脸上还挂着刚才流下的泪水。 当时一位高人与他的弟子登岸,恰巧看到这一奇景。 弟子问,乐山大佛为什么流泪? 高人回答,世人不知道静佛,大佛在为世人担忧,回归传统,生命还有希望。 为了毁灭全人类,共产党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,把人变成非人,把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国以复国。 神慈悲一人,生命来自美好的天国世界,神不愿看着他们这样被毁灭,因此不断发出慈悲的呼唤, 读懂天象,体会神的慈悲,才能看到得救的希望。 解体中共,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在人间的各种表现,回归传统,守住心底的善良,生命才有希望。